在日本,鸡蛋按大小装在盒子里出售,实际上,鸡蛋从养鸡场到摆到垫面为止,使用了日本独自的先进电脑技术。 鸡蛋从养鸡场送过来后,首先要清洗,去掉表面的污垢。鸡蛋一边在传送带上滚动,一边被按同个方向摆好。 在使用臭氧热水杀卷的同时,一边用刷子刷蛋壳,去掉污垢。 接下来还要检查清洗有无遗漏,在红色和蓝色光线轮流照射下,如有污垢,电脑马上就会发现。 接下来检查档壳有无裂缝,让鸡蛋一边在传送带上滚动,一边用小棒锤轻轻地敲打,共敲打16个地方。 电脑可以瞬间地分辨住声音微妙的不同,其剪出率高达95%,连肉眼看不到的裂缝都可以毫无遗漏地检查出来。 检查完裂缝之后,就用紫外线杀菌。 并且鸡蛋里面也要检查。 利用光的波长,检查里面有无含有异物和血块。 这些就是被剪出的鸡蛋,打开一个看看,哦,里面有血块。 从清洗到确认安全性工序,仅需10秒左右。 然后是称鸡蛋的重量。 40克以上,76克以下的鸡蛋,按6个等级进行分类。 从鸡蛋的清洗到包装为止,所用的时间仅为10分钟。 其操作速度非常快,一秒钟约可包装33个。 处理容易打烂的鸡蛋的这些细腻的操作,完全被机械化。 日本人对食品安全和卫生的执着,造就了世界最高水平的技术。 在热热的米饭上浇上生鸡蛋,是日本很受欢迎的吃法。 正因为卫生管理到位,所以日本的鸡蛋才可以生吃。